最後一集我們將會去到塔斯曼尼亞最大的城市Hoburg 首先帶大家出海去整個trip我最期待的Seafood Seduction 之後還會帶大家參觀Mona新舊藝術博物館 最後還會去看Tasmania獨有的Tasmanian Devil 第一站立刻出發去這個我期待了超久的day tourSeafood Seduction 它可以說是一間流動的餐廳 以不同的大自然作為餐廳的背景 由你上船開始大廚就會以香檳招待你 接著就會上第一道菜即開即食的新鮮生蠔 這個Seafood Seduction其中一個我最期待的菜 吃完生蠔就可以扔出去大海回歸大自然 不夠口還有香檳生蠔 大廚就會化身成為潛水員 在這個這麼清這麼乾淨的海灣 立刻下去捉新鮮海膽和鮑魚上來做刺身 大過我的臉 當然不少龍蝦 刺身和白鳥已經夠鮮甜了 還有塔斯曼尼亞方式煮的鮑魚 這個Seafood Seduction由早上九點開始吃 一路帶你去不同的地方享受海鮮 一直吃吃吃吃到四點才回程 那就輕輕鬆鬆享受了一天的海鮮之類 吃到這麼飽是時候逛逛消化一下 Hoburg其中一個必去的景點就是Mona 它裏面有很多奇形怪狀的裝置 有些都很顯示人性的黑暗面 很多人害怕的 但會令你非常難忘 這個藝術裝飾就是show case 我的墨博 好快 當你以為Mona這裏只是一間博物館 錯了 而這裏也是一個莊園 有自己種植的葡萄樹 最後一站回香港之前 我們去到這個自然保護區 大家除了可以親親大自然 見到澳洲常見的袋鼠 還可以親手撫摸代行Wombat 還可以見到塔斯曼尼亞獨有的代貫 Tasmanian Devil 為甚麼叫Tasmanian Devil 就是這隻叫聲 他們找食物的時候就是這個聲 他們的叫聲聽起來好像 有點像恐怖電影的魔鬼出現的聲 不過其實他們一點都不恐怖 還好可愛和害羞 而相距這個自然保護區 大約20分鐘車程 還有一間家族式經營的酒莊 探完動物之後 吃完午餐 喝完美酒先走 都未遲 一連三集 帶大家玩盡塔斯曼尼亞 大家應該最深刻都是他們的酒 下次記得跟我的Route 邊探美酒 邊欣賞他們的自然景色